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真急眼的 尤其东西省啊 早二年的话 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做的实在太好了 我们大家知道辽宁的城市化率相高 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越好 你每人有单位 那你生不生的 开不开除的更严重 就在十年前 2009年 辽宁省大张旗鼓的说 说我们是这个全国计划生育优秀省份 我们这个大力的这个落实计划生育政策 这多少多少年少生了三千几百万人 刚十年过来开始鼓励生育 早干嘛去了 对不对 有没有用呢 胖子觉得啊 对全国来说应该鼓励 但对东北的事 用不大 还有一个 现在本来对女性的歧视已经那么多了 那咱说了 你这个四个月半年你不能来 半年的产假你再给加两个月 八个月 那这女孩子 女性将来找工作不就更难了吗 这这职场的歧视更就完蛋了 那你这个十五天的这个赔产假 咱们就说说吧 在私营企业里面呢 有几个人敢说我孩子这个生了 然后我就赔产假能赔满十五天的 没几个吧 还有一个 啊 你减免这个呢 你就别说减免了 你就连让这个孩子的幼儿园三年 进入义务教育都做不到 你能免多少钱啊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想让大家生孩子的话 就这点隔血骚痒不行 你真理出台特别硬的那种鼓励政策才可以 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呢 胖子觉得吧 国家肯定是会这个 各个省慢慢发的都会鼓励生育的 不过呢 总的来说 将来也很有可能 就是养孩压力不大的这种三四线以下的城市啊 或者怎么样 他们产生了这个年轻人口之后呢 最后就都被一二线吸血吸过去了 这个在世界的历史上 城市发展史上 国家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 胖子不觉得咱们中国能够跳过这个世界 大家一块全中国都向北京都发达 过后发展 不在现实